詹姆斯究竟有多自律 39岁大腿肌肉太恐怖 生涯初到21年不吃猪肉 如今39岁的勒布朗詹姆斯 即将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第21个赛季的常规赛 而这边是目前NBA最老的球员 但是本赛季詹姆斯至今 场均依旧可以砍下25.4分 7.5篮板8.1助攻的数据 其中场均得分排名联盟第13 场均篮板联盟第33 场林助攻更是高居联盟第6 不得不说如果把詹姆斯的名字遮上 你根本不敢相信只是39岁的人能够打出的表现 而詹姆斯保持出色精力状态的原因 无疑和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有关了 近日詹姆斯在自己社交媒体 晒出了自己练腿的画面 我们可以发现詹姆斯的大腿肌肉看上去 真是太可怕了 不仅像是水桶一样粗而且肌肉块而是清晰可见 明显可以看见肌肉分离度极高 这样强重的大腿也给詹姆斯十度的爆发力 之前媒体也曾捕捉到詹姆斯的赛场发力时的镜头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和身边的奥里尼克腿部肌肉差距 而詹姆斯的自律在夜内无疑都是有名的 首先詹姆斯对自己饮食极为苛刻 其中最广而流传的故事就是他进入联盟以来 21年从来没有吃过猪肉了 当年和老詹同在骑士队效力的队友科沃尔曾爆料 当时一场比赛打完后 机场碌碌的詹姆斯回到更衣室找吃的 而此时更衣室内恰巧有一份没有吃完的披萨 当詹姆斯准备大块朵移的时候 却发现披萨上面有猪肉做了香肠 因此詹姆斯也是摇了摇头 就把披萨直接放了下去 足以见得詹姆斯有多么自律 除此之外 詹姆斯每年都会花费150万美金保养身体 这对于其他球员来说根本不可领域 但是詹姆斯却认为 这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情 现在来看 当年20多岁的詹姆斯 每年花费150万美金保养身体 简直太正确了 毕竟他延长的职业上压 早就把之前花费保养身体的钱 是被百倍的挣了回来 不得不说 投资自己真的是最成功的一项投资